先講陳建仁的部分 不是他操入不當 是那篇文章操入不當 而他無知當中被掛名 那現在問題是你看臺灣 就是比較熱門比較有資源的 這些職業球類的協會的理事長 都是大官來做 到底是大官想做 還是這些協會飛著大官來 很有錢 做門審不行 我覺得是各有需求 像你看那個鄭文燦的前任 是他拔 是邱毅人 所以他們我覺得恐怕協會有求於他們 遠大於他們要去當 因為有了他們 他們這個協會就可以比較壯大 比較有錢 所以你也怪不得說 他做了兩個月就跑掉 所以這個林涛的講法 還不夠 這個層次 還不夠深入到他的病根 這個病根是要去處理的 這個職業球賽 職業的運動 不能用這樣的方法去處理 好 最後講到這個學論問題 我昨天看的節目裡頭 大家都在討論 他們你沒有回溯 那如果回溯的話 如果是民意代表沒有人檢舉 你現在回溯也沒有用 所以昨天那個唐霞龍就講 下次他就不敢選了 或者下次他的學歷就改了 那就是你就是自己自首了 就是自己改 這個其實也不壞 但是我覺得這個賴清德不敢回溯的原因 就是礙於那你回溯的話 林志堅不成問題 因為在司法過程中 鄭文財 鄭文財有問題 還有這個大人格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都還不是那麼大 我覺得國民黨要去想一下 你們應該 雖然你們人數少 你們可以去從根去提在國會裡頭去提案 要從基本去改善 因為這個論文作假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跟中選會配合 將來就是說修法 你的下次的選舉裡頭 你學歷的部分 竟然有人說以後學歷就取消了 那是好笑 但是學歷裡頭有很多 我認為可以改的 就是說你一定要列舉國內最高學歷 你不能說國內學歷最高學歷不好看 我就不要用外國的牌子 外國不管多為的 那本國的最高一定要擺 還有第二點 業校或者是在職專班 一定要表明 第三點 異業 異業 異業應該是不算 那如果非算不可的話 你要講你到底是異業三個月 還是異業三年 我覺得這些還有第四點 野基學校 外國的野基學校 應該以駐外單位的那個帳單 因為我們駐外單位 有一個 有一本布置 就是說 就是說野基學校 不在裡頭 所以不在裡頭的不能登 這個 我就我覺得立法院應該要處理 這個比現在我們所講的這個這個入門作假 更加廣泛 更加有問題 而且是因為目前的風風俗 大家覺得說要洗 要把自己裝得漂亮 如果在台灣上的是業校的職業學校 那我到外國去哪一個野基學校漂亮 就是澳大利亞某某觀光學校的學士 以前的都通通不算 沒關係 野基學校也可以寫 下面掛號 野基學校好 這個平常講 因為這一次 因為林志堅 鄭文燦的事件 也讓學術界好好重新思考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審問也講的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要納入 同時我覺得還要再更嚴格一點 當然所謂的既往不就也可以把它列入 就是我承認我是論文是有抄襲的 自白 我自白 自白坦白重寬 以後你登錄的時候你就不要登錄這個東西 剛才沈大老講說確實是有些 有些 我所知道的初中畢業 最後它變成台大碩士 很了不起 這個我是覺得學術界需要檢討 因為學術界很多的在職專班 是學校很大的一筆收入 在職專班是收入 陸生是收入 還有東南亞的僑生是收入 那當然我們現在對大陸官了 現在在職專班招生也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踴躍 它的學費貴幾倍 學費大概至少三倍吧 三倍 看每個學校不一樣 像我們台北大學 那個一般學生大概三萬塊吧 那個一個學期大概就要十萬塊以上 那我是覺得利用這個機會 好好的教育部來做檢討 當然我們也考慮下個會期 在教育委員會來做這個提案 老師你剛剛解釋了一次 我看很多因為國內學禮不好 就搞一個國外 你看不到國內學禮是什麼 國外 美國 叉叉叉 澳洲 叉叉叉 你到底是什麼學校 你知道在美國來講 最重視大學學禮 大學學禮是比研究所還重視 大學是非常重要的 你進到哪個大學去 那是一定要註明 你國內不住搞一些國外一些 習奇怪怪的學校 這是魚目混珠嘛 騙人的嘛